好想听圣经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刀刀赐给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银银子买一身麦子 一银银子买三身大麦 有何酒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 并为做见证 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 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生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 赐给他们个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时 等得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树木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雪 天上的星辰坠落余地 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挪开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林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地 本位地上的君王 陈仔将军 附护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洞穴里 像山河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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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